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生也很少从背后直接这样拉你的拉链 很少这样干吧 他比较特别 他小时候一定被人家拉过他的酷链 那是好事 我是觉得上次我们在圆桌 我还跟嘉辉去讲这个问题 我有很多奇怪的想法 想跟女人交流 比如说我认为女人是一种胆大包天的动物 比方说咱不说别的生孩子 这对我来说是 这简直是完全不理智的一种行为 但是他们坦然无惧 生生生生生 你都不知道你能不能为他负责任 对吗 这个且在其次 我讲的是另一件事情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 真有安全感 她你有没有想到 假如你谈恋爱 你跟你的男朋友出去度假 到世界各地 我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 你跟一个体力 他明显可以弄死你的这么一个男的 甭管你们是恋爱还是怎么样 走到天涯海角 可能双方家人都不知道 这个女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 就交给在一个我的体力 足以弄死你的 足以伤害你的人手里 甚至咱包括咱们更多讲一部 我不知道现在西方是怎么样情况 但是我经常发现 那天跟他们聊 就是说酒吧里有一夜情 比如说 要是我玩这个 我绝对不会到女人的住处 就是男的 比如说我要是跟一个女人 哪怕她勾引我 我也会说到我家 或者咱们去酒店 不能去你家 你怕先人跳吗 你怕被先人跳吗 不是 那不然你怕什么呢 为什么不能去 比如说我要进了你的家 是礼教吗 那个沙发 我坐下去 我就觉得我一下会变得很拘束 这是该客气呢 还是该什么呢 你知道吗 所以文涛是一个 有强烈不安全感 而且又有很多的礼教束缚的人 比如说你到了别人的家里去的时候 女孩子家里去 你会觉得说 好像也不宜太放肆 对了 或者说你的分寸的劲 到底是我该采取主动 或对方采取主动 你就会想很多 如果这种动物性 假设在这个动物性的遗传上面 这个雌的跟雄的在相处上 都像文涛这样的话 可能生物都不繁衍了 你想过没有 它是非常具体的 嘉辉这方面经验比较丰富 就是说它是很具体的 你比如说 本来两个人喝的一等二醉 咱们准备狂野一把 你比如说要到我自己熟悉的 我自己的家里 就知道该去哪该奔哪 对吧 你突然跑到人家家里 不能说直接就怎么样吧 总得坐一坐 这一坐 我又觉得呢 进入了 就是到你们家做客来了 那我应该表现出一种 怎么的 前进 喝个茶 咱们洗澡 有洗澡的衣服脱在哪里啊 这个你知道吗 就是我该出来的时候 我该穿着短裤呢 还是 太多麻烦事情了 你知道我绝不能到女人家里去 您是处女座有洁癖吗 基本上文涛就是可怜的小孩嘛 一定有受过很多伤害人啊 没有安全感 而且他可怜在哪里 按照他这个逻辑呢 我相信他是非常清白的人 为什么 他说第一个 你刚刚说种种理由 不去女生家里 对不对 所以不能去女生家里 然后呢 你又不能请人去你家里 为什么呢 他担心赶不走 你去你家里 第二天他自己 那他不会一般 我家都是open 都是open 很难讲 他叮咚 你open 他来找点 很麻烦的 你刚好有其他人在 这都是他的生活 然后呢 再来第三个可能性 你说去宾馆 你是他 你是名人 对不对 去宾馆酒店也不行 所以基本上 不是他不想 是他不能 要受制于环境 所以家辉搞这个 佛洛伊德那一套 你小时候是不是有受过 什么样的 这个不好的对待 你是不是曾经有被 什么大姐姐 还是什么样的 来这个 来这个教导过 所以让你对于这些事情 非常的畏惧 你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要不然就是说 真的很特意 就是我发现有一些人 他在某些地方 有特别的洁癖 可是一方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的行为呢 又很放荡 比如说我有个 非常要好的 男性的一个朋友 他就是呢 他有他的洁癖 他就跟人家握个手 他都要拿那个酒精棉片 擦手 那绝对是 强迫症 你也是这样吗 我不是那样 但是我碰见过一个 我以前有一个 女朋友的父亲 就是这样 他就是跟人家握个手 他也要这个 那种酒精片 然后车子上 或什么的口袋里面 都是这个酒精棉片 可是他的行为生活 他很放荡 他教了女友无数 这方面他倒不担心了 这奇怪 你知道他们过程 我年轻的时候 你说我经验丰富 这我是真的不知道 这我怎么会知道 你说我经验丰富 我不能知道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到遇过一个女孩 我到今天都非常不解 年轻 20岁 21 大家喝完酒去狂欢 去酒店 去房间 开房间 千万不要学 这个 然后呢 干嘛呢 我不解在于说 每一次结束之后要走了 他都把那个床 收拾得非常干净 把被单盖好 把枕头放好 甚至把毛巾再冲一下 然后拧干 然后挂好 我到今天都不解 他干嘛呢 他可能有点罪恶感 他可能有点罪恶感 他知道 他可能就是受了传统的这个教育 或者是一些加诸在女性身上的 觉得这样子的一种行为是不好的 所以他可能有罪恶感 想要透过这个来洗去 曾经发生过的痕迹 我猜可能是这样 我告诉你 我保证你错了 真的吗 因为说不要的 嘴巴说不要的是我 所以他不会觉得不好 都是我不要被拉进去的 我说说罪恶感 就是他想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礼教或者是宗教 各种因素 让他觉得这样的事情是不好的 所以说 不是有非常知名的 就是在天主教 天主教都是强调 这样的行为 其实是罪 所以就很多人在这个之后 他都一定要去洗澡 好像要冲掉那个罪 这是不是同样的一种心理反射 有可能是这样 但是你说礼教 我就想有没有可能 就是像我说的 就是女孩子去男孩子家里 倒觉得挺自然 这会不会跟我们过去的礼教 比如说你看 我们过去的男女官 男尊女卑 讲究倒插门是反常的 倒插门 就是说 你知道什么叫倒插门吗 就是男的住到女人 女方家里去了 倒插门的女婿 这比较跟吃软饭差不多了 对吧 你觉得是不是 中华妇女里有这种 就是他觉得他到男的那住 好像他都能适应 我觉得不是安全 我周围的朋友 为什么女的都在男的家住 很少有男的跑女的家住 我觉得这跟安全管无关 这是一种归属感 他觉得他住到那个男的家里面去的时候 我就是他的人了 所以那种感觉是一种占有 一种是这种 在某种程度上 他是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 觉得说 那现在我是属于你的 你是属于我的 我可以以你的家作为一个堡垒 去防范别的女生来入侵我的领域 应该是这个概念 真的 我就发现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 我要是去了女人的家里 我的反应是拘束和不敢动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家毛巾放哪 肥皂放哪 我就坐在那里 就不能等着他去动 但是我发现女的要是跑到我的家里 大搜特搜 尤其是没待两天之后 她开始 这毛巾应该挂在这 你这个应该放在那 你这个被子这么叠子 这不行 或者说 她变成 她的城堡了 对不对 这在以前也是 你说在以前狩猎时代的时候也是 女人为什么 女人都是守在狩猎 都是守在帐篷里的 洞穴里的 对 这就是她的家 这就是她的堡垒 男人就在外面打猎 对不对 所以她回到家来之后 家就是这个女人的堡垒 她先改造成她的家 传统的父权游士 像你去她家 你应该是问自己 你干嘛一定要那么有控制欲 要知道下一步做什么 茶杯在哪里 这个在哪里 因为男人要控制 父权 女人她就要去那个地方 然后就像你刚说 把那个变成她家 别看什么 你看那个婚礼 传统的西方的婚礼 是谁把新娘子交给新郎 大宝宝 对 你不会说有个月 丈母娘过去把女儿交给你 或者说不会男人的新郎的妈妈 把你交给那个新娘 对不对 一定是男人把你 把那个女儿交给另外一个男人首相 所以我告诉你 两个男人接手 转手了吗 对啊 所以你因为这种父权 其实你失去了很多快乐的机会了 你要放松一点 那是 本来我也可以在女方家里丢丢枕头 是 以后我在家里 去人家家很简单 总有个流程 直接上床 不行 我先拖了您随意 不行 以前先看看照片版 我们年轻的时候 寻你要看看照片版 这要是你妈 是你哥 表姨 长得不错 不要下来才是 去广告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咱们就说正经的 我们刚讲的也很正经 我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 是确实事关到女性的安全 因为你知道日本最近出事情了 一对中国姐妹 这算是被谋杀吧 对 被谋杀 而且是被一个日本男人 说是跟那个姐姐 有过点什么情感 金钱纠葛 你整天做新闻评论 你对这事了解什么 我看了觉得蛮伤感 而且很惊悚 因为总的来讲 日本的治安是不错的 但是最近几年 其实发生了好几起 中国女性在日本 被残杀的案件 然后这一次又特别的残忍 她把这对姐妹都杀了 然后装在箱子里 拖到山里面去 然后被 是因为他们发现 是因为这个姐姐的同事 觉得怎么搞的 他都没有来上班 然后呢 警方才去调看了 那个录影带之后 然后发现说 这个男的有问题 然后才 后来才找到了 这个尸体都已经腐烂了 所以 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非常地残忍 这对姐妹 好像是 原集是福建的吧 她的父亲 现在在福建 然后这两个人呢 她们是住在一个房吧 对姐姐是先去的 然后妹妹呢 是最近才去 然后这两个人呢 当时都是拿的是学生签证 这个妹妹在那个一个职业学校 学然后有跟什么游戏啊 什么相关的 那姐姐去的时间比较早 那因为日本这些年来呢 他们因为他们的少子化 所以他们的年轻的劳动力很缺乏 这就是他们住的 租的地方是吗 应该是他们租的地方 对对对 住的公寓 然后就是说 后来监控录像 怎么逮着这个男的 监控录像看到这个男的 曾经进去 然后又出来 最后提这个大包 出来 最后发现这个尸体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对 这太可怜了 太可怜了 而且就是说 因为日本这些年 他的劳动力缺乏 所以呢 他就引进了很多 像有些以实习 像学生啦 或是实习啦 什么的名义 然后呢 可以进到这个日本 他的签证呢 最长可以延长到八年 所以呢 现在在这个日本的外籍人士 是以中国人最多 多到这个比例 是每三个外国人里面 就有一个中国人 日本啊 日本 好好讲 好像基本上 全世界外籍人士 都是中国人最多 本来中国的基数就多 而且这个当然 不仅是日本的问题 澳洲 全世界工作假期 不断出现嘛 这种意外 什么香港的女生 台湾女生 对 他们去打工 对 甚至失踪了 比方说说回美国 前一阵子不是那个 非常不幸的 张盈盈盈 对 那我作为父亲 我马上 这非常可怕的新闻 当然就想到说 他的家人 怎么样去接受 这个消息 为什么我特别有感觉呢 因为我们在学校 几次 很不幸 一些外面来的孩子 有法国来的男生 有韩国来的 有什么内地来的 不幸 发生意外 有些是自杀 有些是意外 身亡 最难 我要参与处理 其中一个最难的部分 最心疼的部分 是什么 打电话给的家人 怎么告诉他爸妈 你的小孩 哭啊 这是 还没打 已经先哭啊 又把自己的感情 我这样说起来 都想哭 先哭完了 比方说 曾经有一个法国学生 那是非常悲哀 我想讲起都发毛了 是什么呢 法国好像只有19岁 交换生 来到香港 去了一家大学 在拿着皮箱 脱着 放傍晚的时候 然后把皮箱 放在房间 都还没打开 然后上去天台 可能喝个酒 还是聊天这样子 不小心 还是怎么样 反正没有办法 证实什么状况 就掉了下来 前后 从他到了香港 到发生了悲剧 大概四个钟头 哎呦 行李箱还没打开 然后 然后马上就面对什么 当时我没处理 是听我的同事 他说的 他也一边说 一边哭 他说干嘛呢 要告诉他爸妈 在法国的爸妈 他就找到电话 打电话去 可是呢 另外有个洋人 西方人在场 就阻止 他说不要 为什么呢 他说在法国 就是非常不礼貌的 甚至是恶毒伤害的 你打电话给家人说 对不起 发生了什么悲剧 不行的 那又怎么办呢 打给法国香港的 在香港的法国领事馆 告诉领事馆 领事馆就用他们的方法 在当地 找人去敲门 必须有人在旁边 对 面对面 你永远不知道 他会发生什么事 你不能打个电话 那前一阵子 也发生了一个悲剧 也是一个韩国学生 反正因为非常不幸的理由 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当天晚上 我坐在那边 年后来我都不敢打这个电话 年后有人打 哇 你想想那是韩国的半夜 他妈妈妈都接了电话 那种崩溃 我就想像日本 什么发生这些事情 家人如何来接受面对 对的确是 而且我们看新闻报导里面 就像家辉讲 他父亲在福建 然后当然就非常的震惊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 本来是问他 就他的女儿的行踪 因为他们找不到他女儿 所以觉得好像有必要 跟家里联络一下 就后来再知道的 就是这样子的悲剧 所以就是父亲的精神状态 就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你看 为什么我就说 这个女孩 我老觉得永远都面临着危险 为什么 又不是说传说 现在还没有实证 就说这个杀人犯 跟他是有点感情纠葛 他可能在饮食店 什么打工 甚至还有一些金钱纠纷 我就是说 一个女孩子到异国他乡 你跟一个男的谈恋爱 这是不是我刚才跟你说的 我总觉得女人 其实胆子很大 如果我是个貌美如花的 对吧 真的 我就觉得所有男的都想害我 我肯定是这样的 但是因为在外面工作 打工 然后生活 我觉得总是很寂寞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很容易被趁虚而入的时刻 对 那因为对方 你可能 他可能只是店里面的常客 然后只可能你一般的时候 你看起来他都挺正常的 从一般人的这个心理来讲 我觉得防范之心 都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呢 这个男的才可以 这么的轻易的到他家 而且 从现在有限的资料来看的话 他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去他家 所以他不是轻易去他家 乃经理刚说的一个重点 就是交往的时候 在哪里 那个讯号不明白 你到了外国 比方说你在自己地方 一男一女交往 你大概知道 甚至那个男的变得很凶 不友善的时候 你马上察觉到 你能够防范 是 当你一个人 坦白讲不仅是女的 我很多男性朋友 在国外也被欺负 然后你去那边 跟人家交往 第一个 你是外面来的人 你会怎么样呢 有时候你会 不需要的 加倍的友善 不然人家会觉得 你会感觉说 我外来的人不友善 你对陌生人 会加倍的友善 笑容特别多 第二个 两个人的交往 沟通的讯息 你不太能够掌握 别人对你 比方说有稍稍的 过分的动作 语言 有时候你 你不敢冒犯 不敢说 不敢反驳你 不敢骂你 因为可能 我以为判断是说 这是你们当地的 热情的态度 你不是在骚扰我 所以 这种种的 讯号的解读 没有那么准确 这是人在国外 特别要面对的问题 这就惹麻烦 那就是说 而且他们的这个例子 跟以前的这个例子 比较起来的话 他好像就更多了一些 就是说 对于这对姐妹来讲 因为他包括 连他们这个店里面 工作的人 他们也常看到 这个男的去 所以我想 就是说 除了像嘉辉 刚才讲的 的确人在一个 陌生的这个地方 毕竟他还是日本人 还是外国人 所以那个上面 不是很熟络之外 可能也就是因为 他想要在人身地不熟的 的情况之下 多一个人帮忙 多一个人 可以作为一个 不管是聊天 或什么样的对象 都会比他在这个 比如说他在国内的时候 他有渴求的 那种渴求度不一样 真的 而且他在国外 他如果发现到 在国内 如果发现到危险讯号的话 他可能有地方可以跑 有地方可以逃 有地方可以求救 或是有人可以商量 在那边 他就没什么商量了 所以乃兴 我就特别 对女性心里很好奇 就是说 这个女的到哪都有人帮 尤其是有些姿色 对吧 但是就说 你看我们男的 不管上哪留学 也没有人帮 对吧 但是女孩 主要长得好看一些 总会到了一个陌生环境 很快就有个男的出现了 或者是同学 或者是老师 或者什么 就开始帮你 那这个时候 他面对这个男人 他心态 他会有觉得 第一方吗 或者他会觉得 他什么意思 这样讲起来 我到底是要该承认 很多人帮我 还是没有人帮我 肯定很多人帮你 因为你前提是说 要有姿色 肯定很多人帮你 我觉得跟年纪 还有你去做什么 它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 假设今天呢 我纯粹就是到国外去工作 我觉得那个的状态呢 其实相对来讲 比较单纯 可是你如果说 是在一个 又在打工 然后又在读书 然后在一个 未定的一个身份 经济地位各方面都未定的状态之下 其实人本身就是漂浮的 他在这个社会上面的地位 就是漂浮的 我今天可能再打工个半个月 半年 我就要离开了 那我想要留下来 那我有什么方法 他会想的比较多 但是如果读书的话 又是另外一种状况 读书常常接受一些朋友的这个帮助 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 就我倒要跟你做个民意调查 就比如说你读大学的时候 有没有无缘无故的这个男人 就是对你好帮助你 那我当然得说有 因为你的前提是说姿色好不好 还是说百分之百的男的 对你的好意 就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最后都是有目的的 我想给你你自己的体会 我觉得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因为如果说只是纯粹就是 异性之间 但是是纯粹朋友的这个帮忙的话 其实女生是很敏感的 她很快的就会察觉的出来 这个是属于一种 无性别差异的一个朋友的帮忙 但是如果说她是纯粹是基于 她对你要有好感 然后希望透过这些来去勾引你 要博取你对她的更亲近的关系的话 这个很快就可以察觉的 大多数是属于后者的这种情况 可能因为我的这个个性上面 也比较有点男孩气吧 我有很多异性的好朋友 对 那个一般都帮不长 帮两小时 两个中间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哎呀 这个家辉就说男人太贪了 我说你太贪 因为假如对啊 都都想占有 可是那个假如 享受那个过程 比方说交往帮你 甚至有一个年轻人 叫做暧昧的东西 暧昧的过程也很好 暧昧的过程不一定最后 也一定要上床 当然跟你最后不要结婚 可是那个暧昧的过程很好 大家那个制造那个感觉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但是我觉得 真正重要的是 你咱们得知道 咱们讨论的是犯罪 这个这个罪行 这个是另一件事情 你比如说最近也是连串的 这么张盈盈啊 或者是什么 上次我们跟那个犯罪心理学家 一个李梅锦老师 他就讲这种 他就讲就是毒狼 我问他 我是到底怎么看 当然他说了一些特征 但是我的结论是 你看不出来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完全同意 你真的就 这算倒霉吗 还是你 这怎么防这种人呢 我觉得真的很难防 但是刚才从嘉辉 还有这个文涛 我觉得到提醒了 我觉得要提醒 所有的女生一点啊 就是我们好像常常呢 在接受别人的好意的时候呢 觉得理所当然 或者是呢 很多女生呢 很喜欢运用自己的魅力 这个是常见的啊 就是去塞奈啊 就是塞奈就是撒娇啦 然后呢 就要男人呢 帮他多做一些事情 提东西啦 然后修理一点什么东西啦 或者是做一些这个苦差事啊 你运用你的魅力 然后呢 去让男生对你 男人呢 对你呢 无条件的付出 就你要想想 他凭什么对你无条件付出啊 当哪一天呢 他要求你回报的时候 你还得起吗 然后还有很多的女孩子呢 比如说在物质的欲望上挺高的 好 然后那个别人送点什么东西 或是什么 你习以为常 你收惯了之后 哪一天他跟你要的时候 你怎么还呢 真的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我竟碰见 我没有 我没碰见 我真的很多女的 他稍有姿色 他就觉得男人对他 我都知道